台南报道 至于马总统一句话 暗批萧美琴是个空降部队 而引发了蓝绿隔空交火 首先来看到萧美琴 她说其实服务不管先来后到 有心最重要 要服务花莲的人花莲都很欢迎 只不过这样的话题竟然跨越了现实 同样被民进党点名是空降部队的 桃源先立委补选候选人陈学胜 在今天把矛头也指向了萧美琴 她说萧美琴连花莲一天都没有住过 如果不算是空降的话 那就是外太空来的了 高举双手喊加油 马总统到花莲为党籍立委候选人 王廷生站台造势 把炮口对向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萧美琴 暗指空降部队 民进党往往齐逼的人 对花莲的过去不了解 对花莲的未来也没有承认 他们来花莲只是一个过客 他对花莲并没有感情 我们希望花莲要选一个能够真正爱花莲 愿意为花莲牺牲奉献 不是选完就走的人 大家说对不对 对 不管先来后到 只要是新在花莲 愿意在花莲生根 在花莲服务 花莲人都是欢迎的 萧美琴不甘示弱提出反击 倒是花莲立委辅选战火 延烧跨现市 同样被民进党点名空降部队的 桃源县立委补选候选人陈学胜 也有话要说 萧美琴在花莲一天都没有住过 我在桃源做了三年文化局长 而且深耕桃源 而且获得非常高的评价 所以我觉得我在桃源绝对不是空降 而且是用文化深耕 在地深耕 所以跟萧美琴是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算是空降 萧美琴就算是从太空降下来的 讽刺意味浓厚批评民进党两套标准 立委选情激烈 蓝绿各自隔空交火 三星文终合报道